啊 好啊 天日若星同 此舞宛若游龙 两个丫头放在一起 真的是绝带双胶啊 这才没有路子啊 绝就是啊 哎呀 但是你太好了 我就说了吧 谢谢 就是 你 没有在没有在啊去快去啊走走走走走 哎呀去 多谢公子夸张去 快去啊 哎呀走走走 快 真是绝世是啊你拿的真好啊 玉瑶玉瑶 啊告辞 怎么了 娘有事跟你说 那咱们出去说 哎 哎 娘有什么事吗 玉瑶 娘有件事忘了 上回娘给你做那两双鞋 你到底喜欢哪一双啊 哎哎娘您就别逗我了 女儿喜欢哪一双您能不知道吗 怎么今天带过来了我看看 给 好漂亮来娘帮你穿上啊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我自己来 哎 哎好看 玉瑶 那娘先走了 你可记得 你一定要尝回家看看 好 哎 走了啊 哎 玉瑶姐姐 哎 玉瑶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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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乖乖乖乖 好说好说好说 喂 大庭广众之下 你给女眷喝什么酒啊 哎 那可不行啊 这诗都拜了 酒必须得喝的 就是 必须喝 艾紫飞 什么时候答应 说你们几个围徒了 你可可可可 玉瑶姐姐都说了 乖乖 那自然是答应了 对不对 就是啊 怎么那么扫心 没没吃啊 我替他喝 真拿你没办法 你喝吧 一口干 我 好酒量 好酒量 哎 这师爹是不是也得敬酒啊 对 快喝快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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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大人 弄影 这是我家祖传的药 专着头痛 你怎么知道啊 我头痛 因为我一直在看你啊 嗯 嗯 也不是很痛 就是不太喜欢这些 人都吵擦的地方 从前就听说朱姑娘善舞 没想到啊 朱姑娘的舞技如此了得 真是百文不如一件哪 孙公子谬赞了 您之前谢于皇上的百书师 也是文才匪人了 哎 惨愧惨愧 朱颜姑娘 在下贾子叙 原来是去年的状元郎 朱颜见过贾大人 姑娘认得我 那是自然 真是太好了 美人计罪 朱颜妥歇 朱颜见过五皇子 之前骗了姑娘 李恒向姑娘赔罪 不知能否 共饮一杯 在座的公子们 都是人中翘楚 朱颜有幸能够解释各位 还要多谢大家的谈爱 朱颜在此 敬大家一杯 朱颜还与公孙大人 有些事要谈 先失陪了 公孙大人 上次与您讨论过资讯帖之后 小女回去又有了新的领域 不知大人是否有空 再与小女探讨一份 谢耳光听 这怎么 她怎么回事啊 把手伸出来 拿好了 别动 朱姑娘 抱歉 我忽然又忘记了 失败了 过来喝了 喝了 喝了 你给我过来 等一下 我说我不喝了 我的声音还哭了你 你 站住 你给我过来 我不喝了还不行吗 行 我来喝了 我喝我喝我喝 行了 行了 嗯 她喝了多少酒啊 也不容易就十来斩吧 十来斩 嗯 那么就是这样 我没醉 我那她喝十个理律 别喝 行的行的 那赶快复她一下 哎呦哎呦 这什么呀 这酒油 她酒量不嫌 喝醉了很可怕的 我 擦了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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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到底要去哪儿呀 哎 哎 哎 我先生 我要带你去我家 哎呦 哎呦 为派思福造的这么神秘跟什么 不是派思福 是我真正讲 嗯 嗯 你停车啊你 在哪儿在这儿 哎不不不 停车在什么 我说停车就停车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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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殿下 嗯 哎殿下 殿下是后面的殿下 殿下 喂 喂 你干嘛呀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你喝多了 哎 哈哈 喝醉了连自己的马车都痛 不当贼可惜了 哎来来来实际啊 正好不好正好啊来来来 大家喝 太客气了 要是不动一会儿还有 你少不了了啊 啊随便喝 来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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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他到他到他啊 要起了 到他到他了 到了 你啊 呦 我姐姐没见了啊 我 晚了 我姐晚安 我到家了 哈哈 天哪 这位是 她是我媳妇 哎 不急呢 否则长大了 从亲了 媳妇叫什么名字 哦 我我我我我我我叫常龙 哎呀 女主常龙 这是我挣的钱给大家伙分了吧 你上次给我的钱还没花了呢 你自己做生意挣点钱那不容你 哎呀 说到我的买主钱 我这次都把媳妇带过来了 她花醉可不能给我少啊 别的没有 换酒啊换购赶紧的 合酒合酒 来来来 合酒合酒 嗯 合酒 来 好 好好好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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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按摩 刚好 是啊 这个好 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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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除了太子 还有谁这么不给您面子 又是丽城 还有太子妃 玉瑶 她就是个叛徒 如果不是她 我们这里车一起坑害我 绝对会落得如此 本宫问你 这个事情 是他们在诬陷你 还是确有此事 说 好啊 你 来人呢 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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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带回牢中 是 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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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叫我这一话 我叫你不叫了 姑母 月瑶 看来我这个做姑母吧 得好好管教管教你了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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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啊 醒了 这是哪儿 进出院看看 谁弄的 这个呀 可是你亲自认了四大天王 你忘了吗 四大天王 这这这 这又是哪儿啊 桃源村 桃源村 你怎么知道 昨晚有个叫万安的傻子告诉我的 这这也是我干的 和公鸡结败这种事情我可干不得 和什么结败 公鸡 嗯 嗯 哦 有鸡子 我爸他怎么了 我爸 啊 哎 杰哥 我哥 你随意啊 哎 嗯从年以后 咱俩就是 败把的兄弟啊 啊 只求童年 童年有乱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香 最求童年童月童日子 啊 哎 这个 哎 哎 没事你别太死责了啊 你还帮人这伤口消毒了呢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了 没事 挺可爱的 哎 罗 罗水他们的 昨天你闹了大半夜 大伙都陪着你 眼下 估计还都睡着吧 那我们趁他们没醒 赶快走 啊 现在你醒酒了 可以告诉我了吗 这桃园村 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跟我说 这才是你家 我这么说的吗 嗯 也许 是我喝多的时候 乱说的 酒后土真盐呢 这里是桃园村 在这里住的 都是骊国人 骊国 就是当初攻打我们的骊国 对 当时战乱结束 很多骊国的伤残士兵 以及他们的甲犬 被抛弃在这儿 成了人人寒打的国家老鼠 所以就是 罗婶他们 我母后 搬世回朝的时候 救了不少骊国人 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沈皇后救下的人 不对 但不就是因为 骊国人 沈皇后才 平均默化 封侯氏 已将功成万古库 我母后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让我记住这句话 他说 只要战乱一起 百姓也好 战事也好 都会受苦受难 他还说 虽然刀剑无言 可是人又情 这世上每条生命 都应该被尊重 不应该分血脱 他是想让我知道 这民间奇苦 想让我做一个好皇上 想让我 让佩国强大起来 但 不是为了侵略别的国家 而是让别的国家 不敢来犯 这样一来 就再也没有战争 也没有厮杀了 沈皇后心系天下 眼光长朦 太帅了 你也看到了 这里的人 都很淳朴永善 这桃园村的事 你还是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也很喜欢罗婶她们 没说的时候 多带我来玩呗 好 但是至于当朝 太子撒走风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不说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不行 好 四大天王和鸡鸡吧 好好好 什么条件 每天 帮我冲府玩一个市场 就这个啊 不然呢 不然呢 走了 真的 嗯 我去反悔哦 好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带她来这个地方 这里我明明 连公酸墨都没告诉过 不行 她是刘家的人 我要提防这大三世 你 真是 海老师 永远 皇后刚刚差人传信过来 说想请你们回宫叙叙旧 可我跟她没什么可叙的呀 明面上 是作为姑姑跟你叙旧 其实 哦 是为了王冬结那件事情 对 去又去嘛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陪我夫君查案子 光明正大的 把犯人送进牢里 怕他不找 为了把坏人省之以法 就算要得罪当朝皇后 也毫无拒责 如果这不是和皇后 串通起来做戏的话 那刘玉瑶 当真是女众豪杰了 这可是皇后啊 反正我有两个月 就可以溜了 她皇后再理 总不至于 一下子就搞死我了 应该没问题 你紧张了吗 没有啊 走 去找姑母去 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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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她信得我 这些都是 朱颜姑娘的亲笔 有她的诗 画的画 还有一些书评 七弟 你真的太厉害了 那当然了 我可不像你 天天被皇后管得 严严实实的 连个朋友都没有 我那么多朋友 想搞定这些东西 还不跟玩一样 哎呀 我有你这么个厉害的朋友 就够了 我看不够吧 你得有那位 朱颜姑娘才算够 真是平均 灵儿 你必须知道该怎么做 姑母 您这清宁宫 实在是太大了 如厕都不方便 还得走好久好久的路 你若去过景仁宫 就不会觉得本宫这里大了 景仁宫 你有这样的反应 也属正常 景仁宫荒废了多年 只怕是太子 自己都快不记得了吧 我从小在那儿长大 怎么会不记得 也对 景仁宫可是宫里 最热闹的地方 本宫也是挺怀念那时的 记得刚入宫那会儿 你娘对本宫 可是照顾有家呀 不是我娘 是我母后 太子 现在配国的皇后是本宫 太子说话 也得注意一下称 到最后 沈皇后并没有被父皇 除去皇后的身份 太子殿下 只是按照他去世时的身份 称呼他 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且这么算起来 沈皇后可是当了一辈子的皇后 而您虽然现在是皇后 但是皇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等您什么时候见了沈皇后 还得叫人一声前辈 你叫本宫去见沈皇后 你这是何意呀 我只是打个比喻 若是让您有什么不好的联想 那是玉瑶疏忽了 这玉瑶嫁入太子府没有几天 这嘴皮子上的功夫 倒是进步得挺快呀 多谢姑母的夸奖 不过您这次让我们过来 难不成是为了吃顿饭 玉瑶 玉瑶和太子成亲 这可是刘家的大喜事 若是再能生个皇孙 这就再好不过了 这个千年人生 可是本宫特意派人寻来 给玉瑶好好补身子用的 多谢姑母 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用膳吧 多谢姑母的款待 时候也不早了 我想我们该走了 玉瑶别急着走呀 这好不容易来一回 本宫还想和你好好聊聊 正好本宫有一个新奇的玩意儿 要给你看呢 玉瑶 去把叶明国进贡的望远镜拿来 是 也不知道皇后搞什么鬼 不但不提王冬杰的事 居然还送人参给我 我就说嘛 不好了皇后娘娘 望远镜丢了 什么 丢了 你确定 真的丢了 奴婢该死 但是 奴婢之前 娶千年人生的时候 刚好看到 太子妃如策回来 往皇后娘娘的寝宫去过 我一直陪在太子妃身边 她根本就没有去过 皇后娘娘的寝宫 我没看错 皇后娘娘 千真万确 皇后娘娘 这无凭无据的 怎可听信一个 吓人的一面之词 奴婢以为偷没偷 一搜就知道 大胆 太子 何必动怒啊 本宫觉得灵儿说的 也倒是个笨 难不成 太子是做贼心虚 我今天就一句话 谁也别想 动我太子府的人 夫君 不要动怒 不就是搜个身吗 我又没有偷东西 不怕 来 搜 娘娘 没有汪人静 什么 你看 这真的是个误会 太子 你看 这一搜身 那正名乱玉瑶的清白呀 慢着 你的误会已经解除了 可我的还没有 姑母 您的望远镜丢了 我为您担心着急 要不 让玉瑶帮您找找 我觉得这个望远镜 在灵儿身上的可能性最大 你 你血口喷人 娘娘 我没有 没偷 没偷 偷没偷 搜身不就知道 对吧 别动 让她松 姑母 您看看 这是不是您丢失的望远镜 灵儿 这望远镜明明在你身上 你怎么给忘了呀 她书丢了 害得本宫错怪了玉瑶 赶紧 与太子妃和太子赔不是 对不起 奴婢错了 对不起 奴婢错了 奴婢错了 长嘴 奴婢该死 奴婢错了 奴婢该死 奴婢错了 奴婢该死 奴婢错了 皇后娘娘 今日之事 我会如实地禀报父王 我相信 她一定不会坐视不定 太子 本宫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吧 就因为这一点小事 却打扰皇上 有点小题大错 玉瑶 本宫可是你的姑母 本宫那么疼你 怎么会害你呢 咱们可是一家人 姑母 我已经嫁入了太子府 我现在 不是李家的人 啊 况且 我觉得 玲儿 她还是蛮聪明的 要不 把她送给我吧 这样 她还能在太子府 陪着我玩 那 我不要 我狠狠娘娘 不要 不过是个奴婢罢了 太子妃若是喜欢 那就送给太子妃吧 玲儿 以后到了太子府 好好地伺候太子妃 是 奴婢遵命 虽然这望远剑 是太子妃找到的 那就送给太子妃吧 嗯 太子府的东西 好玩的 有趣的 多的是 这个相比来说 不趣的 只配给下人当玩具 来 弄赢 这个赏给你了 谢谢太子妃 皇后娘娘 那您今日好好休息吧 你见 我们回去吧 嗯 嗯 零儿 走啊 嗯 嗯 好 嗯 不是吧 我今天是宠物是没忍住 就是我哪里露出破绽的 你的妈 爱妃太厉害了 解气 解气 解气吗 解气啊 这个刘海娇 到了皇后之后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她一直欺负 今天也让她尝尝 吃亏了死 我也看不过你这种 是吧 爱妃 想到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望远镜就在灵儿身上 因为 我猜呢 是他们自己蠢 没有藏得深一点 你想要什么 告诉我 我都给你买 我 我们能不能挑几个酒楼 去吃好吃的 行啊 怎么不行 我把他们大叔请过来都行 好 什么事啊 那个 可否将之前夜鸣鼓送的望远镜 几孩儿一用 那破东西未经赐给玉瑶了 天天就知道玩 也不多读书 玩了不嗓之 凌儿 咋在这儿 那儿都会这么多 你没看见吗 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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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吧 窝眼镜在你那儿吗 对啊 给我呗 不给 干嘛呀 你给我玩过吗 换你那儿没什么用 没见过主子 闪给下人的东西 还要过去 哎呀 我用没有真的把你当下人 我只是在皇后面前 这么说嘛 那我就回去跟刘生说 说你老婆胎子 也就那么一说 这种事情 你怎么能在外面 这样威胁我呢 而且 连我又没有什么坏处 那也没有什么好处呀 你这个人真 你还来访 请问太子妃 是否在府上 她怎么来了 皇后娘娘刚送我的东西 这才不到一天 就要要回去 这是何道理啊 没有没有 没有要回去 太子妃误会了 皇后一言九鼎 她送出去的东西 绝对不会要回来的 哎呀 就是 我自己想借用一下 那你看我来 你们太子府 都背着她来的 嗯 不过吧 这个望远镜 我已经赏给弄影了 不是我不帮你 但是 我亲自去药的时候 她都不肯给 啊 你问她药 她都不肯给呀 嗯 皇后娘娘吧 一言九鼎 送的东西就不能往回药 那我堂堂太子妃送的东西 还能再药回来 那才不是 就是 我真的需要她 要不这样 我自己去找她说说 嗯 你亲自去药 说不定可以 弄影和李恒 都算是流声那边的人 凑在一起 别是有什么猫腻 还是小心点 哎 太子妃 五皇子千金之蛆 怎么能跟一个下人 第三下子借东西 五皇子 您就在这儿喝茶 这件小事 我公宋莫待老 那就 多谢了 等着 哎 弄影姑娘 约一个下人叫什么 公孙大人别失了身份才是 刚才 你都听到了 哎 在下誓言 在下 绝无亲事姑娘之意 公宋莫 给弄影姑娘道歉 好吧 公孙大人的歉意 我收下了 哎 那个 弄影姑娘 可不不把望影镜 借我一用 不能 大人刚刚自己也说了 对一个下人借东西 是第三下四的事 公孙大人 还是别这么做 哎 奴婢要打扫太子书房了 还请公孙公子出去 免得脏了您的衣服 不打紧 那个 你 出去 又出去 那个 不见 不见 好 你就站着吧 我看我看我输 我看我输 我们就这么耗着 弟弟要是还活着 估计 也长成他这样的文弱书生 这样吧 你哄我开心 我就把东西借给你 好 怎么哄 你就坐在这儿 读书给我听即可 读书 读什么书 什么都行 好 鱼既为此事 后年 无期来归 实至宣忠 从鱼问古事 或评计学书 好吃吧 这家酒楼做的菜 确实不错 要不多让他来府上吧 看来 你们向国府的厨师不行啊 这些年委屈你啊 跟了我以后 绝对让你好吃好喝 你要不要尝尝 我不 怎么 太沉了 出去走走 好 我陪你 怎么了 我母亲给我做的新鞋 有点磨脚 后来和你去桃园村 然后又去皇后呢 一直忘了换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我陌生这样了 还说没事 你等我一下 再忍一下 马上就好 好了 是不是出复点 这是什么药啊 这么有效 这是我母后 自己调的药 我母后是习武之人 总是会磕磕磕磕磕的 所以才调了这个药 有迹象 你 你能跟我说说 你和你母后的事吗 我母后她 其实跟别的母亲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记得 有次她来越试的时候 居然还疼哭了 她当时告诉我 再坚强的女人 也需要别人照顾 哪怕 是她这样 武功盖世的女人 也会哭 更何况别的女人呢 她想让我澄清之后 做一个 温柔体体的丈夫 你做到了 你刚涂了药 暂时休息 这个给你 记得每天都涂 好 三个月 我怎么有点想 这三个月慢点结束 不行 不要瞎想 我要赶紧把石头 他们救出